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新华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长张俊生逝世 享年82岁 他在1985年至1998年派驻香港期间 曾多次高调就香港主权移交问题 批评前港督彭定康 香港各界对他的评价不一 但都认为张俊生等老一辈中国官员相继去世 象征着一个年代的过去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张俊生因突发心脏病 周一下午在杭州逝世 新华社香港分社在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前 除了是一家新闻机构 还是中国政府驻香港的非正式代表代事处 张俊生当年因此被视为中国政府驻港的高级官员 他离任后继续积极评论香港事务 认为香港应加强年轻人的引导和国情教育 让他们融入祖国发展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 对张俊生辞世表示深切哀悼 称赞他对香港主权移交贡献良多 但有评论认为他是一个典型官员 处理不同事件时紧随北京当局的步调 张俊生被派驻香港前是杭州市委副书记 张俊生在香港期间经常批评前港督彭定康 尤其针对彭定康在1990年提出的政改方案 指彭定康又要提出方案 又要在香港主权移交前维持中英良好关系 他在香港主权移交后要求彭定康不要再评论香港事务 又指主权移交初期 香港许多问题都是彭定康在任时制定的政策引起 他也曾多番批评 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地教育 令香港居民疏远自己的国家 他在2016年接受香港传媒访问时 港角骚乱发生不久 他当时说 事件影响社会安定 感到痛心 认为香港青年不理解基本法 因此采取盲目的行动 他又批评香港的本土主义 指香港从来都是中国领土 他说 还想搞什么本土 还想搞港独 不是开玩笑吗 有分析留意到 张俊生在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前 对香港的立场跟北京当局一样宽松 香港时事评论员指出 张俊生当时跟新华社前社长许家屯一样 经常与香港各界人士接触 据报他甚至亲自同意 让亲中报刊文汇报 在六四事件后 刊登痛心疾首的社论 网络媒体香港01 引述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少的话说 张俊生处理文汇报社论的手法 展现他人性的一面 但他同时指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立场 在六四事件后转趋强硬 张俊生的立场也随之改变 他认为这显示 张只能执行中央政府的指令 不可能有个性 张俊生逝世的消息传出后 香港各界的反应不一 民主党创建人李助明指出 印象中民主派人士都不太喜欢张扬 又指民主派对张俊生的言论普遍较反感 但认为张俊生不是令民主派最厌恶的人物 前港督彭定康也透过助手向张俊生的家人表示慰问 前北京人士对张俊生的评论大多较正面 立法会议员刘淑仪在社交网站中发文回应 形容张俊生没有架子 人缘也非常好 香港前特首 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也称赞张俊生 指他能清楚向香港和国际社会 解释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立场 对香港平稳的主权移交有卓越贡献 以上是柳辰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